1987年剧组结算时 有些人选择了去国外深造学习 目前他们有些人已经回国发展 有些人已在国外定居 不管走到哪 我觉得秦文这个角色 真是让我想用了一生 希望你们也一样像我能活得开心快乐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你们 我现在在美国的佛伟达州 向大家问好 今天这些年我来到美国 一直都在大学里面 当学生读完我的学士学位 可是我常常都会想起 在中国的 曾经关聘过我的观众朋友们 希望将来我能够回来 再能够为大家服务 能够很敬奋力量 非常兴奋 这个艺术人生 为《红楼梦》记住 开始20周年 做这个专题报道 真的好遗憾 我不能回去 所以呢 我就在这里 在我的家里 向《红楼梦》的全体 记住 全体制作人员问好 这个是我的儿子 我五岁 剑宝钗的扮演者张力 因多年来与剧组失去联系 而成为最神秘的人物 经过艺术人生的多方查找 张力重新回到了人们的事业中 那些公子王孙 哪一个不是三王五亲 通过这次学习吧 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电视剧和那个舞蹈吧 他们有共性的东西 也有个性的东西 共性的东西吧 他们都是从内在 有丰富的内在表现力那种 张力 开心想不开 哎呦 开心想不开 你们生活当中 跟你妹妹关系怎么样啊 我们俩最爱打闹了 对吗 最爱什么 打闹了 又打闹了 又吵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 二十年以后的今天 我们又见面了 我要特别感谢中央电视台 艺术人生对我的邀请 时间太紧张 一下还不过来 不能飞回到现场和各位见面 还请各位多多原谅 在国内大学毕业以后呢 我就出国到加拿大 继续读书 我在东东都读书几个月以后呢 蛮意外的就是 遇到一位导演正在找一个 演员去演一部电影 是表现中国留学生的 那这位导演找到了我 拍完电影以后 认识了一些朋友 然后呢 那我就跟大家一起去学金上 主要呢 就是学投资 房地产方面的 很多观众很关心我 是不是有一个 美好的婚姻 和幸福的家庭 我真的蛮感谢的 现在还没有 将来如果有了 我一定会告诉大家 你们都会知道的 大家好 我是陈小旭 我在弘邦邦里面 您在这里 谢谢大家 昨天到了北京非常高兴 看到那么多朋友 还有那么多的观众 都没有帮助我们 现在非常激动 今天特别高兴 其实我们昨天就已经 激动了一天了 马上回觉了 二十年了 今天是特别不容易 特激动 我是陈丽 是整个《胡锣梦》里 唱电视主题歌 唱插曲的演奏 谢谢大家 我是特别想跟那个 林黛玉 陈小旭说句话 影视上一直没有看见你 非常遗憾 也这么漂亮 我希望你在影视上 还有发展 我是上海电影台的记者 我特别想知道 留了我们最近的情况 从来以后呢 我在无端的接戏 这张脸实际上 把我的形象 投到那个 一个这个胶盘上面 哇 就是刻下来的 我还想好像呢 现在觉得好像 是变样了 我觉得不太像了 这下面还有点像 你有多少年没来过当年 我这样的 我爱边快二十年没来过了 但我去年来过 我去年八月份 我带我女儿到北京来玩的时候 我们来过 买了门上的啊 我怕我说 我是这些怕风格 不让我进来 说你哪是她 你冒充的跟不下 我又不好说 老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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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量大如牛 不抬头 老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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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完全没人变化 啊 是吧 敬请关注艺术人生 《红楼梦》再聚首 中央一套近期播出